哈囉大家好我是月 今天呢要來分享我2023年上半年的愛用品 這一集我煩惱超級久 我想說到底要拿出哪一些選手們 那後來呢我就是以我今年最常最常用的東西為標準 然後呢把他們挑出來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們就一開下去吧 首先第一樣是這個 這個的話是Panasonic的頭皮按摩器 這東西超級好用 然後我是在日本的機場買到的 Panasonic的電器就尤其是美容類本來就很有名 還是偶爾會買到一些東西就回來 就幾乎就懶得用放在那邊 可是這個頭皮按摩器啊 我意外是超級常拿出來用的 然後剛剛有看到兩層嘛 因為呢它這邊又再送了一個頭 所以等於買的時候它會直接有這樣子兩個頭 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很方便 然後你就直接把這個頭拆下來就好 反正它整個操作就是超級簡單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一個開關 然後分輕中重的這個強度 那它完全是可以碰水的 就是你在洗頭的時候 然後你就打開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放著 它就會幫你抓頭 這個強度是最弱的喔 然後中間到最強 聲音大概就這樣 其實是很仿真人在幫你按摩頭皮的時候的那種揉捏感 就是認真的還蠻像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那個按摩機器是不是都做到已經很厲害了 就真的很像人在幫你按摩的那種手感 因為我覺得用這個就讓我有那種居家按摩的感覺 而且反正就要洗頭 然後你就這樣擺著 它真的就是這樣在揉捏你的頭皮 你就只要換方向就好 然後也不用到很用力就是大概這樣放著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的是啊 它不吃頭髮欸 你們看喔 我就是它就這樣放著嘛 這樣用 好 然後拿下來 你看 完全不會讓我掉任何一根頭髮 就是我每次就算是施髮的時候 這樣整個頭這樣按完一圈啊 我拿下來它完全不會讓我弱一根頭髮 它就是不會說去過度的拉扯 單方的話是寫說這個頭是洗淨用的 就是前後前後洗淨用的 然後這一個四個頭 它是製造那種揉捏感 但其實我都覺得差不多 就是都有揉捏感 有沒有洗得比較乾淨的話 我覺得應該多少有 因為就總比說我們用手在那邊抓 一定是比較有線的 然後用這個我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又洗得很乾淨 而且你整個頭沖掉的時候 整個頭髮也是蠻蓬鬆的 就有一種也是促進頭皮血液循環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真的超級常用它 就有了它以後我會比較喜歡洗頭一點點 洗完頭用完我就是會稍微擦一下 然後就這樣放在旁邊讓它硬乾 然後就還給你蓋著這樣蓋起來 那它是充電室 而且國際電壓 所以我覺得超級方便 下一個是美容電器 雷是這台Ulike的除毛儀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有去 診所打雷射除毛 大概是十年前打了意下 然後我最近在打那個VIO 然後呢 我真的是頭很痛 因為我每次去 我都覺得真的好痛 就自己的那一痛度 如果跟身邊朋友比 確實是有比較低一點 然後我就真的覺得非常痛苦 可是沒辦法 我們就是錢都付了 那因為我意下是十年前打的嘛 可是說真的 我大概在這一兩年 我覺得它還是會稍微長個幾根 就覺得蠻困擾的 因為我還是得刮嘛 但我會覺得說 就為了那個幾根 然後我再去包課程 非常的不划算 因為包課程它是用部位去算 它不會管理毛的多刮 那後來呢 就是看到我這種居家的除毛衣 就想說就是 就是可以來試試看 想說如果是這種居家的 是不是就可以自己解決 那當然這一台啊 我後來回來用了以後 就是除了腋下之外 我手腳也會一起除 因為手腳這種大部位 其實就是要買課程也蠻貴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方便 我買一台 就是想要除哪裡都可以 那這一台的話呢 我大概是已經用了 三個月左右 然後我發現 就是真的毛髮長的 那個速度是越來越慢 就跟我去 診所打雷射的感覺蠻像的 它的毛會越來越細 越來越細 然後最後呢 就是真的是長得很慢很慢 老實說效果有比我 一開始預期的還要好 感覺到說 它整個深層跟淺層 其實都真的有出乾淨的感覺 我這樣用下來啊 是有達到比較深層 它整個讓毛是脫下來的 所以不會說留那個黑頭在那邊 所以的話呢 一定有耐心 它的效果不是立即見效的那一種 就是真的要 呃 持續使用一段時間 那我自己大概覺得是 在三四週左右 就可以看到效果 那這個除毛衣收到的時候呢 其實它裡面的配件非常的簡單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有線啊 然後跟這台除毛衣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小墨鏡 那因為這台在 肢打的時候 一定要戴墨鏡保固眼睛 所以它也直接有附給你 然後整台機器呢 也不重 我覺得女生拿起來 完全是很輕鬆的 就也不會覺得手很痠 它的開關真的就是很簡單 因為就是一個開關的地方 按一下打開 那中途在按的時候呢 就可以去調整的能量檔 那按兩下就直接關閉 那這一個能量檔呢 有三個模式 是可以對應不同的 肢打的部位 那如果跟我一樣 就是皮膚會怕比較敏感 或是說 你是剛開始用的話 都可以從輕容模式開始 仔細看它的這個探頭 大小也非常的剛好 它是平面頭的設計 所以非常的貼合肌膚 包含說有些女生 會介意這邊有一些瘦毛啊 你們看 它直接都能夠貼上去 就是非常貼合的 所以不管是要打什麼大部位 或小部位 它這個頭呢 都能夠非常的剛好又服貼 如果你是明乾淨的話 我會建議你跟我一樣 就是在前一天就把毛給刮乾淨 那平常使用的時候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把這個墨鏡帶上去 按中間這一顆大殼的 然後慢慢移動 那大概走就是一到兩次就可以了 一定要邊打邊移動 就是要在同一個地方重複的打 那這一個最新版本呢 它還有一個連發功能 要長按兩秒開啟 它等於會自己去做一個連發 那只要這個探頭啊 它沒有貼合肌膚的話 它的光就不會打出來 所以我覺得也相對比較安全 那這一台就算我是 直接一起打手跟腳 就是身體比較大的部位 差不多只要10分鐘左右 就真的是非常的快速 後來覺得買這個很划算 因為你可以一直無限使用 而且你想除哪裡就除哪裡 然後就是沒有什麼 課程幾次的限制 不然的話就是建議可以直接 擦上你平常習慣用的保濕乳液 然後稍微鎮定一下 那其實這一台我一開始有一點猶豫 是因為我也是在想說會不會很痛 因為如果很痛的話 要我自己出手會更打不下去 但結果它是真的完全不痛 然後也不刺激 他們採用的這一個頭是 藍寶石冰點筒 打開的時候上面會有一個 雪花的圖案 所以打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是那種冰冰涼涼的感覺 它這個雷射是熱的嘛 但是它這個冰點頭 又能夠快速降溫 所以我覺得可以降低很多 我們的那一種熱痛感 那這台連結跟著控碼的話 我放在下面資訊欄給你們參考 他們現在官網的話是免運 然後還有再另外包水晶 那如果輸入折扣嘛 它會再折六百塊 然後呢 另外還會再送一些贈品 再來是這一個 寶拉的生態精華液 我應該是差不多從四五月左右開始用的 然後這個已經是我的第三罐 然後這邊有兩罐是我留下來的空瓶 想說空空想可以一起放進去 這罐我覺得是我難得用到有感的精華液 但不得不說它真的價位比較高 容量其實也不大 這一罐才二十ml而已喔 比我想像的小 因為我可能以為精華液至少都有個三五十ml之類的 它是這種比較稠的質地 你看它流動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稠 然後抹開是這樣的感覺 是有潤澤保濕感的 但是不會給臉上太多負擔 然後也不會太黏 那它裡面應該是沒有加什麼香料 因為它就真的是有那種原料味 反而還有一點點酸酸的味道 然後呢這一罐啊我用完一瓶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就是平常在摸臉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那種變緊緻澎潤的感覺 因為我還有在用A唇嘛 搭配它來用的話 就讓A唇那些附中有減少 比方說刺痛啊跟脫皮都有在更減少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潤折度很高的關係 然後它給你的臉整個是那種有緊緻感 然後你會覺得你的臉變得是有彈性的 一聲泰它也是抗老的成分 那我覺得用這個生泰跟A唇它兩個去搭配的話 真的是對臉部的那種抗老保養效果是在更加成的 但是啊我覺得我有感受到它的滋潤度很高 可是它完全不會讓我製痘痘跟製粉刺 而且反而就是讓我的臉真的非常的穩定 那我們進入彩妝啦 再來是這個RMK的勢底乳 這個我之前用RMK的戰力品化妝的時候就有出現 我覺得它給臉上的那種光澤感 其實不是打亮做得出來的 就真的跟打亮是完全不同一回事 它是那種很低調很內斂 然後從裡透出來的那種光 然後我就發現一件事 就只要我有用這一支打底 然後上妝的那一天呢 就很常被說皮膚很好這樣 我想一想就是它欸 因為我真的每次擦它出門 就是真的都會被穩 而且啊它用量超級深 我這樣只要淡淡薄薄的塗一層 然後我肌膚都會集中在面中 然後跟鼻子平常會打亮的地方 也會稍微塗一點 好你們可以看一下兩邊的對比 是不是差超級多 整個臉就是被提亮了起來 就算說我黑眼圈還沒有遮 整個校色都還沒有做 可是其實那個皮膚的健康度 就有提升的感覺 但當然啊如果你是想要打造這種光澤肌的話 在後續的底妝粉底液啊 或是蜜粉的挑券上都可以再繼續選光澤型的 那整個皮膚就是從底開始亮起來 然後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這一支呢也就是列入今年上半年的最愛 一樣眼影 那眼影的話我挑的是 這一盤LUNA SOLO的眼影盤 猶豫超級久 因為我很愛買眼影 然後幾乎每天都會畫不同眼影盤出門 純粹就是很喜歡東式西式 然後眼影盤真的也很多 我覺得這一盤很值得再拿出來說 它無論你是新手或你是老手 我覺得都會喜歡的一盤 老手的話也還是會再愛上這個細緻精透感 那新手的話呢你會覺得它非常的好駕馭 而且這一盤是我就是在IG收過最多反饋說 他們買了都非常喜歡 然後或是就算是新手也可以畫出很高級的眼妝 雖然就是好像很常見的一個大地色 但是呢它畫起來就真的是有那種專櫃的高級感 然後是非常典雅非常氣質的那種風格 它真的就是很耐看又很實用 下一樣睫毛膏 那我選出的是這個SYESON的睫毛膏 我會選這一支是因為我很便宜 然後刷出來呢又有假睫毛的那種效果 就如果我今天沒有畫眼線 然後我想說欸我睫毛想要刷的有存在感一點 那我就會想到用這一支 它的刷頭是梳子狀的之外呢 它又特別特別的細 那支我用的話呢是完全不會暈染的 那裡面有纖維 所以你會覺得它假接睫毛的那個效果很好 然後一整天也都不太會擦下來 幾乎沒有什麼好挑剔 然後又這麼便宜 所以我就要先囤貨了兩支 下一樣我好像還沒有在頻道裡出現過 但是我在IG有先介紹過 那就是這一個MB的粉餅 那這一個白色包裝的話 算是今年比較新推出都會是霧面的妝感 那它是防曬粉餅 裡面有SPF50加PA4個加 然後它的品名有特別寫上要用 會標榜說它會有一些美白啊 或是初斑的一些效果 它整個包裝是像霧面米色的手感 我也蠻喜歡的 重點是啊 它雖然寫它是霧面的粉餅 但是一點都不霧欸 結果我覺得可能是河北玉鑑老師 他平常都做光澤型底妝 這個可能對他來講很霧 但是如果我們要跟一些歐美的彩妝別的話 這個真的一點都不霧 這個我用到啊 你們看 這個上面的這個字 都已經糊掉了 而且我這個粉不洗超多次 那我買到這一顆開始啊 它就會每天都放在我包包裡面 然後我都是靠這一顆在補妝跟補防曬 超級方便 而且它補完的妝效是漂亮的 看看它裡面的粉體很深對不對 因為我當時其實也卡在這一個點 所以我沒有第一時間入手 我就因為這一系列剛好換一團男代言人嘛 然後我就想說 欸這是給男生用的嗎 為什麼膚色這麼深 它沒有任何色號可以再挑選了 可是很神奇的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技術欸 這樣子上在我的手上 它是融合我的肌膚的欸 完全一點都不深 然後也不是很白 但是它就是融入我的肌膚裡面 然後我還有找皮膚比我更白的朋友試 他們也是穿在手上或是上在臉上 顏色就是融進去了 就不會覺得說讓你的臉變暗這件事情 然後那我們就直接來補妝 那我補半邊就好 我通常就是會先這樣子用衛生紙 然後把臉上的油光壓掉 直接沾取 那裡面這個粉撲我覺得就是中規中矩 就沒有特別好用 但是呢也不會難用 就帶出門補妝是ok的 就是堪用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直接 疊在要補的地方 眼下啊 然後跟 呃鼻子周圍附近 然後額頭 平常如果要補防曬的話 可以加強額頭跟顴骨這一塊 因為它是比較吐出來的 是呃會比較曬的兩塊地方 那就是補完的樣子 其實我沒有補的很薄 就是我剛剛粉撲也是直接下去戳 然後我也沒有在用手勻或幹嘛的 我就直接撲上去 因為如果想要當做補防曬的話 我也不想要太薄 也希望它真的是 能夠稍微有一點點防護力 甚至有可能它會補第二層第三層 或是一天補到兩到三次都有的 你們看一下它補完的皮膚 非常的細緻光滑 而且皮膚也不會收到那種很死霧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就算我今天沒有帶曬紅打亮出來補妝的話 它也不會把我的臉收到就是那種很死白的感覺 它整個來說算是清透的妝感 我是如果是大熱天出門 也是多少有一點流汗跟出油 那一樣就是衛生紙壓掉直接補妝 它一點都不斑駁 然後也不會結塊 就是有一些粉它碰到一些油跟汗的時候 會有一點讓你的底妝糊在一起 可是這一顆是完全不會 然後你們仔細看兩邊其實光澤感沒有到差很多 這顆我覺得超級優秀欸 其實它真的是讓我的臉變得乾爽 但是又不會到完全沒有光澤感 下次去日本我一定還會在囤貨的那一種 再來是腮紅 這一顆很紅的09號 很猶豫要不要拿出來 因為已經停產了 那Sukuro粉質我覺得也不用多說 就是他們家的夾彩真的非常厲害 然後這一顆顏色啊 我覺得就是那種很有氣質的這種杏桃色 那這一顆它真的就是這種非常沉穩 然後優雅的色系 顏色當然怎麼畫都不適合之外 就是又非常的好搭妝容 Sukuro家的夾彩當然不用說 就是非常值得收藏 就如果有看到喜歡的顏色的話都可以收 像就是2023年上半年的愛用品啦 這次真的都是超級精英的宣秀們 好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記得要訂閱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新囉 那今天先這樣啦 掰掰